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說 國家憲法是一國的根本體現 亦都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根源 他在網誌指責犯中亂港分子 過去竟然散播歪理邪說誤導思想 和貿易兩制抗拒一國 威脅一國兩制 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 強調不會被歪理思想撥亂反正 會加強公務員和教師培訓 和增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說 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充分體現了憲法所規定的 國家根本制度和任務 維護和實施憲法 所有中國人都責無旁貸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也都說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全面認識和尊重憲法是應有之義